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彰化縣鹿港東區福倫社及福星東區福倫社 2022-2023年度 為服務觀光遊客及民眾如廁需求 特別在鹿港溪水岸景觀營造空間 捐贈一座鹿港溪清水公園廁所 提供鄉親與遊客一個便利的盥洗空間 後續的運維費用則由福星東區福倫社協助 鹿港東區福倫社是由我們大鹿港地區的一些企業朋友所組成的 過去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家長會長起身的 所以長期來對於教育非常的用心 在這幾年總共捐贈了一千多萬的獎助學金 給我們一千三百五十個福倫之子 讓這些孩子們在求學過程中午後顧之憂 那這一次呢又捐贈了一百六十萬的一個經費 在我們漂亮的鹿港溪上面 來讓我們這個旅遊也好或者我們鄉親也好 在這個走動一點五公里的這個藍綠藍道的一個過程中 有一個那個洗手的一個這個空間 那我們的鹿港東區福倫社呢 跟福星東區福倫社呢 充分的發揮了這個友善靈禮 與人為善的一個精神 來集資呢 為我們的民眾在這個風景優美的地方 打造一個這麼一個便利的場所 給大家能夠在觀賞風景之餘呢 還有一個可以方便的地方 我們鹿港東區為了這個公測 也是請了我們張濠縣政府縣長 王縣長還有跟水資處馬處長一起商議 然後透過我們議員黃金的議員 把這個案件做一個模擬跟洽核 然後做審查 把建造先拿出來再做一個規劃 然後再由我們找到的龍華建設公司 把今天的公測做完整 這個目標是要做讓我們這一條 鹿港紅華在線的一條溪 讓它感覺到它會變民 也讓我們在此有客人 有一個打卡的景點 那這個景點是一個非常非常棒 政府也非常出了很多的力道的 一個景點來打造 那麼今天很有榮幸的 來捐贈我們這一個公測 讓公民眾來使用 鹿港東區福人社與福星東區福人社 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 長期關懷弱勢 本次捐贈廁所 提供運動的民眾及觀光遊客 一個舒適的公測 也是公司協力的最佳具體表現 公益頻道林毅俊 鹿港採訪報導